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下午有一宗轟動全球消息 就是中國終於兩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宣布 要制裁美國的反華議員和機構 包括有四個人 分別是美國國際宗教自由事務的無任所大使 薩姆布貝朗克 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 參議員克魯茲Tek Cruz 以及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 以及還有一個機構 就是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就是說四個人加一個機構 真是對等 因為美國當初要制裁四個中共幹部 以及一個機構 那個機構就是新疆的公安局 這個制裁就從即日起生效 我們就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這份制裁名單有什麼特色 首先就是 四名被制裁的人士當中 有三人都是共和黨籍 分別就是那兩名參議員和一名眾議員 民主黨籍就一個都沒有 這個很有可能 是為了在年底舉行的總統大選 一旦出現政黨輪替之後 屆時的中美關係就創造有利條件 因為若然拜登上台 你現在在 7月份的時候又去制裁民主黨的官員 議員 豈不是不給面子 故此 現在主要集中共和黨籍的人士 反正現在特朗普也不給面子 第二個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言必順行必果 在較早之前 中國已經說 很快會實施一些反制的措施 現在真的說得出做得到 而且 說明是對等的制裁 現在實在真的是對等 首先就是人數和機構的對等 美國制裁你四個人加一個機構 中國又制裁美國四個人一個機構 而且措施也是對等 因為現在中國採取的制裁措施 其實都是禁止這些人士入境中國 凍結他們在中國的資產 以及禁止 在中國的人士 跟他們進行財產交易 其實這些措施等同美國制裁中國的中共幹部一樣 所以就是沒有多亦都沒有少 真的符合對等的原則 不過 究竟那些官員層級又是否對等 似乎差一點 因為美國制裁大陸的 就是新疆的黨委書記陳全國 或者是公安廳廳長王明山等等 但是現在美國被制裁的 就是什麼參議員和眾議員 還有一個就是 不知道什麼大使 那些人其實就是 閒人 不是官員 是議員 故此 如果是對等的話 起碼制裁美國 中國是隨便一個州的州長 以及是隨便一個州的 警察局長 是否要這樣才對等呢 因為說到對等原則 起碼官員層級都要對等才行 因為 如果要對應美國的議員 其實就是等同中國的 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 似乎 這樣似乎就差很遠 因為州長 勢極 只有五十多個 參議員和眾議員加起來 幾百人 只是這個含金量 都不一樣 所以 在官員層級方面 另外 就是具有一個非常強烈的震懾效果 首先這群被制裁人士 就沒辦法再入境中國 大家都知道 中國最出名的是 山明衰壽 景色優美 多少中國的詩詞歌父 全部都是描述中國的景色 現在這群人 就沒得再見證 沒得親眼目睹這些景色 人生當中 一定是一大遺憾 是吧 另外 他們在中國的資產 就會遭到凍結 當然有人質疑 這群人只是窮鬼 在中國沒有資產 不是 凍結他的資產 換言之 這一群人 以後都不能在中國擁有資產 這個就厲害了 因為本來這群人 可以自由購買中國的股票 房地產 這些升值潛力是很龐大的 但是現在就沒得買了 因為凍結他們的資產 換言之他們將來都不能再買了 這樣他們就真是賺少了很多錢 故此就有一個非常之強烈的震懾效果 使得美國其他官員 議員 都不敢仿效他們的行為 因為他們就被中國評定為 在涉疆問題上表現惡劣 一旦被中國 界定為表現惡劣的時候 就會列入制裁名單當中 舉個例子 拜登的兒子就一定會非常之感受得到這種震懾效果 因為他在中國賺那麼多錢 若然被人制裁的時候 那就不得了 所以至少拜登的兒子 是會感受得到這種震懾 接著我們就講講關於另一宗路透社的消息 關於大陸的圖書館又走去銷毀的圖書 路透社就說 為了納入中國教育部的要求 大陸有至少33個省市 已經對學校圖書館進行清理 有幾十萬本 被評定為內容非法或不適宜的圖書 被移除 很多都負之一舉 即是燒毀了 即是用火燒的燒毀 不只是撕爛它那麼簡單 路透社引述了中國教育部 在去年10月15日 就發佈了一份文件 叫做 關於建立全國中小學圖書館 圖書審查清理專項行動的通知 這份東西就要求 全國的中小學圖書館 要進行圖書的審查清理 到底什麼叫做非法圖書呢 包括了那些 違背黨和國家議程和政策的圖書 醜化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圖書 棄說黨史國史和軍史的圖書等等 另外不適宜的圖書就是什麼呢 就是包括了 不符合官方所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世界觀 人生觀的圖書 宣揚俠藝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圖書 或者宣揚宗教教理 教義教規的圖書都不行 故此 根本上那個範圍就很闊 基本上清理完之後 很多東西都不能看 路透社還說到 這個清理工作完成了以後 各地的圖書館就根據教育部的推薦新書要求 用一些新書來代替 比如說國會宣言 毛澤東詩詞 湯姆叔叔叔的小屋 教育部推薦的新書清單 有422頁 即是說 列入清單那些大家就有得看 不列入那些 分分鐘這次不銷毀 下次都會銷毀 實情 這些完全就是沒有信心的表現 現在就說清理了很多 所謂非法圖書和不適宜的圖書 但是當初這些圖書 為什麼會納入了圖書館的館床 當然是有人審批 中國 尤其是管控意識形態 這麼嚴格的國家 在這個制度裏 你隨便可以買本書擠入圖書館 那當然是不行 一定是要經過審批才行 很明顯的就是 當這些圖書納入圖書館館床那一刻 審查尺度就是寬鬆一點 現在收網了 審查尺度又嚴謹了 本來是合適 都是平定為不合適 我真是想問 當初審批這些圖書 進入圖書館的職員 那些幹部 要不需要同一時間拿去查處 他們的思想和思維有問題 為什麼你審批這些書 再者就是 這個叫做 上有號者下必有甚言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又說查處都清理了那麼多這些 書籍出來 每次搞這些東西 這些行動 都肯有些書 說要被審查清理 這些很明顯就是要 阿如奉承 就是要迎合上級的要求 上面叫你審查那些有問題的書 那些基層幹部就有你沒有你 弄一大堆書出來說他有問題 個個在那裏打 這個功勞 實情為什麼每次搞都說還有書有問題 只有三個原因 第一就是那些基層幹部楊奉陰為 每次叫你去看真點的圖書館有哪些書是不合法不合適的 你就隨便拿幾十本出來應付了上級就算數了 這些基層幹部都有問題 第二就是 當查處完以後又再審批一些有問題的圖書進去 故此 審批圖書的職員幹部都有問題 第三個原因 根本上沒有那麼多有問題的書 隨便要堆砌有那麼多問題的書 然後就去拿功勞 到最後你的圖書館 不如就按照教育部的審批清單那422頁的圖書清單 你在那裏買就算數了 全國都是看那些書算數了 那些就包合適了 現在現有的書 全部都扔掉了 實情這些行為就是象徵意義高於一切 現在除了你說農村的圖書館以外 在城市還有多少人看書都成問題 不要說大陸 香港的借書量 比起05年的時候 都已經是少了一半 其實是 因為現在很多所謂的電子書出現 或者互聯網普及 你禁都禁不來 你一翻牆就可以看到 大陸現在還有方法可以翻牆 通過VPN的網絡 是不是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 那些人是很差的 你越說禁書 他就越要走去八卦看看 你不禁就好地地 放在圖書館發帽也沒有人借 這就是人的心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